今天來到佳九遼溪 這邊有出太陽 不然的話 早上一直騎到龜山橋都是陰天的 這邊山裡面竟然還有一點太陽 今天因為天氣不怎麼好 所以沒有要去上面那個月嶺古道很裡面那裡 大概走月嶺古道走一小節 然後就下些溪谷 在溯溪找地方釣就好了 沒有要到很深山裡面 因為今天天氣也不是 因為還是很陰啊 不一定會一直出太陽 今天還是從月嶺古道上去 只不過沒有要走那麼遠就對了 出發吧 一樣要經過第一個水壩這裡 第一個水壩這裡 然後繼續往前 過這個 風塌的這裡 一直走到那個岔路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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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嶺古道和這個夏圈溪谷的分差點 那我們上次是走月嶺古道 從這邊就開始爬了 這一段很累喔 今天沒有要上去那麼深山 所以今天是走這一條 走這一條大概走個50步就沒有路了 就到溪谷那裡 然後就往上鎖 找一個地方 就是今天在那邊釣就好了 走下來這邊就沒有路了 那邊也有人在釣 這就是第二個水壩 然後到這邊 就是沒有路 等一下在這邊就要換樹枝斜往上鎖 上面也有人在釣 我們往上鎖一段 找一個地方 在那邊附近 前前後後釣就好了 不要走太深山 今天還是有出太陽 還不錯 爬上來了齁 第一個轉彎 這裡以前有兩個深潭 又不見了 又淤積了 真的是變化很大 然後上面看的話是沒有變化 上次來的話記得是中秋 前後 大概不到半年吧 又有變化了 剛剛我說的那個 有人在釣魚 應該是一對夫妻 我遇到那個女的 我問她好不好釣 她說都沒有魚啊 她說來好幾次都沒有魚 我說這邊魚很多啊 她說真的假的 這邊魚真的很多 看齒橫就知道了 這個點上次我有來過 上次再深入一點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可以回看 就這一棵 柚子樹 那時候好像快中秋節的時候 這個柚子樹長柚子 這邊是 以前是平賴 現在有一層一層的 變成一層一層 有差囉 半年差很多囉 然後這一棵木頭 上次如果有看上次影片的話 這一棵木頭是在那裡 我手指的最裡面那裡 所以她大概被移動了30公尺 被衝到這裡 這麼大一棵被衝30公尺 而且在這種小小的西 把她衝了30公尺 可見得這半年以內 有一次威力很大的颱風 不是颱風啦 大雨啊 但是夏天最裡面的極限 就是走到這裡 再轉過去那個 這個大石頭轉過去 這是我沒有看過的地方 今天就要去那裡 但是也不會走很遠 齁 上次 我在這邊拔那個 地瓜葉 它在地瓜上整片的 也被沖走了 不過還有留一點根 你看裡面還有地瓜葉 上次我拔了一點地瓜葉回去 那個 回去加菜 今天好像 數量好像不夠啦 如果吃泡麵的話就可以拔 可是今天沒有吃泡麵 就沒有要採收了 最後決定就在這邊啊 因為我已經走有一段路了齁 再繼續走下去也 也不太好 也蠻危險的 就在這裡 雖然沒什麼康陶 也不怎麼漂亮啦 可是在這邊的話 再走下去 時間也耗費太多 算起來也沒有比走登山步道 時間更短 從那裡走上來 也走了十幾分鐘 好啦 就開始釣魚吧 加久撩蜥呢 都是 叫這個大麥蟲 加久撩蜥好像沒有蜥蟲可以抓喔 好啦 走那麼久了 應該開始了吧 那開始釣的先走上 上游來齁 這邊點比較漂亮 上面應該也不錯 應該選在這邊的 可是東西都放在那裡了 不管啦先開始釣 從上面往下面掉下去 這個大石頭旁邊看看有沒有 啊 流速太快了 停不住 一隻花 感覺在後面好像都 一隻花在遠 看起來蠻多的 對啊 都是一隻花 現在往上有走 走到一個比較開闊的地方齁 這裡應該算蠻適合 我今天吃午餐 可是 離我剛剛設定的點有點遠 還要走下去拿 還要走下去拿 拿東西的話 是 再是有一點累 不然的話這邊是不錯 蠻開闊的 蠻亮的 先掉掉看吧 等一下再決定怎麼樣 這一段的話 大概都一隻花 看小隻的 沒什麼特殊的啦 沒什麼特殊的啦 沒有看到有什麼苦花 什麼的 點也不漂亮 硬硬 有沒有 都是一隻花 我試著上次來 夏天來 石斑好像比較多一點 對啊 這樣應該是比較小 可是 石斑上次也比較多啊 後面的點啊 看起來是越來越漂亮 可是感覺魚好像不多欸 感覺魚好像不多欸 噢 面具好像比較大一點 多魚不多就 九斑九斑 這麼漂亮的點 怎麼感覺沒什麼意義 奇怪 欸 有了欸 喔 說他沒什麼魚 他還 喔喔喔喔 哎呦 小斑小斑 哎呦 有了 有了 沒什麼魚不小欸 前半段這邊看有沒有魚 剛剛咬一咬 咬到柳尾那裡 這顆指頭 下面應該沒有痛 雖然這個點 一定一下去就咬了 如果有痛的話 魚一定衝出來了 小吃啊 雞灰啊 今天 已經走上來夠遠了 就記錄一下 到這兩顆 枯木為止 這就是今天 先往上塑的最上游 然後現在往回掉 掉到放包包的地方 就開始吃午餐 這個石頭下面有空喔 看起來應該不錯 看看 能不能流進去 不行啊 速度太快了 還好 有翻 有翻 哎呦 這個3B 看起來不錯喔 一隻花含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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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 指頭邊邊有咬一下 很大力的 不過 不過這個剪不好停 送了 送了 還沒停好就送了 雪斑 今天的午餐呢 就是叫到什麼吃什麼 所以今天 午餐就是一隻花了 超多一隻花 最早就吃多了 現在大概中午了 早上就是釣 這裡不上 上游 反正這裡都是一隻花很多 就是 都是一隻花 把它拌一拌 好 看看有沒有木材 看起來是好像有 可是怕很潮濕 好 不過吃個午餐應該 沒什麼問題 大部分都很潮濕 只有一些比較乾 應該 可以啊 可以生個火啦 準備吃午餐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